大家好,我是刘超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断舍离》这本书 《断舍离》这本书到底值不值得读 它有哪些在我们极简生活的过程当中值得学习的地方 也有哪些不足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一说起《断舍离》来的时候 都觉得《断舍离》不就是丢东西吗 其实我们丢东西这个呢 只是属于《断舍离》当中的死这个环节 那么断是什么?离又是什么呢? 最开始我在读《断舍离》这本书的时候 我感觉这本书应该叫做《舍断离》才对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就跟很多我们讲家中的整理也好 还有收纳也好 都是从舍开始的 都是从丢弃开始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自己在没有完成 对于家中现有物品的舍弃和选择之后 就去又购买东西的话呢 我们可能很会变得盲目消费 所以说呢 《断舍离》的话呢 应该从舍制开始 就是舍弃 我们家中或者是身边的那些 对于自己来说没有用到的东西开始 东西要用才有价值 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分享给大家是这么说的 物品呢是一面能映造出真实的自己的镜子 直面物品就是直面真实的自己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所以分享给大家 就像我们原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啊 这个世界呢是我们内心的投影 而我们的内心呢又是这个世界的投影 所以说呢 当我们在选择家中的物品 当我们坐在那里去正视这些物品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在关照自己的内心 通过这些物品 我们不光可以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还可以造界真实的自己 这一点呢 就特别像是印度哲学当中的很多观念 断舍离这个概念呢 它就来自于三下因子 当时他的瑜伽老师提出来的断行舍行离行 这种一种瑜伽的修行方式 当然牛超不是瑜伽方面的专家 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牛超爱读那些瑜伽高手们 可以给大家揭秘一下断舍离当中的这个瑜伽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断行舍行离行到底是哪些动作 那你说这个断舍离的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断舍离的这个断呢 它就指的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 就当我们完成了断舍离的舍 就对家中现有的物品的这个筛选之后 再去购买新东西的时候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尤其是我当时读了断舍离这本书的时候 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三下因子呢 它不光是还会买东西 而且呢 它买东西有一个重要的标准 就是一定要选好品质的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自己呢 配得上那个品质好的东西 他这个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震撼 说他讲到一个女士 他家里面明明有这种非常高品质的不锈钢的餐具 但他自己天天都用那些塑料的碗筷 而且这些塑料的碗筷呢 都是从编类店别人征送给他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下因子呢 跟他进行了一场深度的谈话之后发现 原来这个女士呢 她是有一种自卑心 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些好东西 所以说呢 自己呢 要对自己好一点 尤其是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如果家中明明就有这种好品质的高品质的 我们应该把它大大方方的拿出来用 而不是应该把它树枝高格 说到断舍离的离这个字呢 我觉得是这本书当中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怎么说呢 就是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三下因子呢 它虽然说这个概念来自于瑜伽的动作 但是呢 它其实是深受佛学思想 和西方心理学的卡尔荣格心理学的一个混合的影响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虽然说需要物品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断和舍 从而达到一种超脱的状态 就是怎么说呢 对于物品脱离对于物品的执着 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高超的自然的状态的话 就更棒了 这个难度有点大啊 就是说 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大家可以朝着这个脱离对物品执着的这个状态去努力 这一点呢 也让我想到卡尔荣格 卡尔荣格的非常欣赏的中华的一个著名的人 庄舟 就是庄子 庄舟梦蝶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非常出名 就是庄生小梦迷糊蝶 望帝春心脱杜鹃 有些时候呢 真的想一想 当我们真的觉得对于一个物品来说 难以割舍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可以稍微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 不光说物品 它有可能 怎么说呢 如梦幻泡影 就算我们的人生 有些时候也是如鹿亦如电 所以说 真的是当我们对物品难以割舍的时候 我们或许可以想一想 很多东西呢 确实可能只是一个像 诶 真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还是应该应作如实观 所以说呢 这个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 这本书的这种哲学意味就出来了 你可能会说 诶 牛超 那这本书越听越像一个心理学的一本书啊 那它有没有什么一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呢 其实也有 比如说这个751这个法则 我觉得非常好 什么叫751这个法则呢 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它讲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收纳柜当中 比如说我们一个抽屉当中 是看不见的 东西可以放七层满 这样大家会比较有这个整理的欲望 然后呢 如果是一个看得见的空间 像一个书柜的话呢 它最好建议大家是五层满 这一点的话 牛超要检讨 我自己的书柜放的比较满满当当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 一是什么呢 就对于你来说 特别重要的那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单独的重点的画出来 就像我们去一个美术馆 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呢 它都是单独的在一面墙上 所以说一个一个东西呢 是你想把它真正的 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特别喜欢的 想把它单独陈列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一的原则 把它单独放出来 所以这个呢 是我当时读到这本书当中 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当然它主要的呢 这本书它主要就是 还是在讲 整理家中 或者说段舍离家中的时候的 一个思想和精神上的东西 那这也让我想到了 金特玛丽会说的 整理的话 九成就是靠精神 原来我就觉得 哇九成有点太多了吧 看了段舍离这本书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有可能 真的是不管说我们家中怎么样去整理也好 打扫也好啊 有些时候呢 精神的力量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人无完人啊 就是没有完美的人 段舍离这本书呢 也不是完美的 那它这个里边 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呢 比如说当时我读这本书 当时最惊讶的一点就是 三下英子 他最开始发明段舍离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既然是因为他自己不喜欢打扫 特别讨厌打扫 才想到了一种 怎么说呢 懒人的整理方法吧 关于这一点呢 刘超保留自己的意见 个人的意愿还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有些时候如果我们 可以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去喜欢一件事情的话 可能做起来呢 还是会更容易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值得去讨论的地方呢 就是说 三下英子 他建议这个整理家中的时候呢 是按照场所来整理 比如说客厅啊 厨房啊 浴室啊 按照场所来整理 但牛超原来跟大家分享过 按照物品分类的整理方法 所以这一点呢 是和我们原来的分享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牛超把这一点提出来呢 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讨论 大家觉得 当我们在整理家中的时候 到底是按照这种场所来 整理比较好呢 还是按照物品分类的整理比较好呢 请你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段舍离这本书呢 还是值得一读的 尤其是对于精神和心理方面 这方面它的剖析 要比较透彻一点点 当大家在这个整理家中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心理上瓶颈的时候 段舍离这本书呢 会给你一些动力 牛超爱读生活极秀型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其他影片再见了 拜拜 by bwd6